新竹县政府食农教育资源中心今天结合竹北市新国社区举办漫游新国充满幸福深度食农旅游活动,让游客体验都市中的食物森林,透过季节出过栽种给予小农互动认识食农教育。 新竹县长邱敬纯道场与学员分享,指出借由活动接触新鲜无毒蔬菜,吃尽低碳健康美食,学习吃当季,吃当地的绿色饮食,体验人与大自然环境共生,与生态共存的天然法则。 新竹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新国社区由林明提供农地,在都市中打造一座社区食物森林可食地境,透过采收多样新鲜蔬果,成为环境教育示范场域。 新国社区带民众体验社区柴烧的魅力,体验从生产、加工、社区文化导览,借由生态环境深度了解在地居民生活样态。 县福指出,未来将持续发掘新竹县农村特色产业,规划社区特色食农深度游程,让游客了解的产地销,培养健康选食能力和注重友善环境,协助小农发展友善耕作,让消费者吃到安心健康食物,营造产销庄营的农业经营环境。 新竹县政府食农教育资源中心今天结合竹北市新国社区,举办漫游新国充满幸福深度食农旅游活动。 记者郭振芬摄影,分享游客体验都市中的食物森林。 透过季节出过栽种给予小农的互动,认识食农教育。 记者郭振芬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